第三百七十一集 他想拖延时间 只要那些同伴赶到 数人一起围猎 足可以灭掉楚风 现在一定要熬过去 可惜他遇上了楚风 难以顿走 从速度上来说 两者差距不小 从战力上讲 更是已经分出高下 现在 虎精王被打断一条手臂 自然是更加不堪 满身是血 这一次 他被楚风追上时 又挨了一记重拳 山崩海啸般 楚风从后方跃起 俯冲过来 而这个距离 足有三里地远 他简直像是天神下凡 楚风从半空中 快如闪电般落下 那一拳光芒璀璨 溢出的能量波动 称得上是绝世恐怖 让日月山河 都是湿色 在他挥动这一拳时 地面被这股能量压制 先行军力 迅速蔓延开去 岩浆溪流 因此而沸腾 虎精王避不开 因为向东顿走时 一口赤红的飞剑 凌厉地迎着他击舍而来 要将他贯穿 他只能躲避 一下子兽阻 耽搁了时间 楚风这惊世一拳落下 比太阳还要耀眼 与璀璨 照亮整片火山地 这是全力以赴的一击 蕴含着浑厚的肉身能量 虎精拼命 他仅有的左臂抬起 拳头发光 爆发至刚至阳的一拳 散发出可怕的能量光辉 让人无法直视 可惜这么可怕的一拳 足以威胁到绝世强者 可以力压诸王 但是在这一刻却没有用 他的拳头扎开 挡不住楚风的至强一击 接着他的手臂在这里崩断 随后是肩胛骨 四分五裂 最后整个肩头都爆开 楚风这一拳力量太猛烈了 险些脚断他半边身子 虎精王横飞 状态一座火火山 岩浆肆虐 硫磺味道刺鼻至极 现在他失去了弱意气 再也没有之前的自信 因为被打蒙了 也被打得万念俱灰 所有的义气风发 都被楚风的拳头粉碎个干净 虎精王回过神来时 痛苦大叫 一双手臂消失 而现在楚风降落时 更像是灵小鸡仔一般 将他给揪起 远方传来几股强大的能量波动 如惊涛拍案 虎精王呼唤的朋友要到了 事实上 两人从交手到现在 根本就没有多长时间 一切都是在电光火石间完成 这么短时间 哪些人就已经接近 因为他们太强大了 都是正断六道枷锁的海族生物 超音速赶路 虎精王看到活下去的曙光 双目中 蹦射出求生的欲望 他长嘴咆哮 银色涟漪 宛若海浪般冲出 他在燃烧生命 在释放磅礴的血气 催动鲸鱼特有的声波 失去手臂后 他依旧发狂进攻 只为活下去 可惜 楚风体外的黄金大钟 坚不可摧 如果其他王者 这么近的距离内 一定会被冲击的负伤 甚至身体会四分五裂 可行义是二真行演化出的金钟罩 称得上护体神功 让楚风在眼下这个阶段万法不侵 楚风一拳贯穿进他的胸膛 让他的心脏扎开 大地尽头 即到谁影出现 一个比一个凶狂 有人劈头散发 有人驾鱼赤光 有人吼碎火火山 他们散发的能量波动 隔着很远就冲击到了 三大高手在丝毫 但是他们的速度比声音还要快 还未听到时 身影就已经先在地平线尽头浮泻 楚风很冷静 提着虎金王虚弱的身子 没有立刻割掉他的头颅 这个技术的高手 唯有斩首才最保险 他在盯着不远处的一片地势 而后他猛的跃起 在半空中将虎金王置出 让他冲向一座火山口 此机 虎金王太虚弱了 直接画出本体 这是一头小山般的庞然大物 浑身鲜血淋淋 没有挣扎 笔直的朝着火山冲去 那座火山举大 山口内赤红岩浆咕咕而涌 楚风说道 去洗个澡吧 皮皮虾 轰隆一声 岩浆四溅 一头庞大的虎金头颅朝下 俯冲进火山中 这哪里是洗澡啊 分明是进火锅中 要涮熟 虎金王体型太庞大了 半截身子进入火山内 还有半截在外面 无力的甩动尾巴 那场面 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你敢 一个劈头散发 身上血迹斑斑的海族强者大鹤 在他看来 楚风 当着他们几人的面这样出手 这是在挑衅 是在下战书 可惜 对手听不到他的话 空气大爆炸 他比音速快太多了 直接闯来 面上戴着冷裤 于猙獰之色 要猎杀楚风 找死 一起虐杀他 另一人开口 赤光腾腾 他的双臂是一对大钳子 这是一头正短六道枷锁的海蟹王 脸上戴着残忍之色 他们身上都有血迹 但不是自己的 都是围猎陆地上的高手留下的 第三名海族强者也距离不远 要杀到了 楚风很冷静 直到他们快要临近鬼打墙区域 他才扬起手 拳头发出赤声的光 楚风冲击 如同一道闪电般穿透火山 他的爆发力太恐怖 从火火山的一侧打入 从另一侧穿透而出 这个时候 虎精王早已经生命垂危 步入绝境 因为心脏都早已被绞碎了 如果有力量的话 他不会像倒栽葱一般 被人插入火山岩浆中 因此 根本挡不住这一拳 虎精王的半截去提 跟火火山一起爆开 直接被灭杀 后半截尾巴 则在汹涌的岩浆中冲起 失去生命 没有能量守护后 他直接就熟了 而且要被彻底毁掉 楚风冲过那里后 立刻在火山岩地上 双腿如镖枪般 盯在那里一动不动 盯着冲来的几个人 而且还对三人勾了勾手 三大海族枪者眼神阴冷 这是不可饶恕的挑衅 当着他们的面 轰杀虎精王 实在是太嚣张了 原本要包抄过来的三人 直接俯冲过来 不愿耽搁一丝时间 恨不得立刻灭掉楚风 啊 冲在最前方的两个人吃惊了 因为瞬间而已 火山倒转 让他近乎迷失方向 直接坠落在地 他们进入鬼打墙区域 第三人心惊 反应迅速 身为证断六道家属的生灵 神觉太敏锐了 见到那两人不对头 他生生止步 可是 这个时候 楚风已经动了 绕着鬼打墙所在的区域 急速赶了过去 数次对折 楚风将他逼进鬼打墙内 第三人也落入了 微型场域中 楚风有意 将虎精王留到最后一刻 吸引三大高手来救援 不顾一切的闯向此地 结果 全都踏足鬼打墙内 楚风想检验 鬼打墙的威能 想进一步了解 最好的办法就是 将正断六道家属的高手 困在当中 看他们挣扎的情况 现在三大高手彻底蒙圈 拼命跑动 但就是无法脱离 因为这不是普通人 所遇到的那种鬼打墙 这是专门针对进化者的 小心场域 针对人的感知 神觉 心灵 深陷场域中 总以为自己的判断 是正确的 其实错的离谱 在原地打转个不停 楚风露出意思 道家的真人 佛教的金身罗汉等 这些古代进化者的 厉害人物 果然都了不得 这可都是他们 研究出来的东西 拥有欺骗人心的力量 如果是菩萨级进化者 那又会怎样 他们研究出来的场域 应该会更恐怖 楚风不知道 他与黄牛所获得的 场域天书中 是否包罗有 菩萨级进化者的 研究心得 原处 雪豹王目瞪口呆 异常的震撼 当初进化层次 还没有他高的楚风 现在不仅灭掉虎京王 还困住三大高手 实力提升太快了 雪豹王从十几里地外 赶到近前 真是出乎人意料 我以为你要惨烈搏杀 会有恶战 结果就这样落幕了 凹王怎么样了 楚风问道 他觉得 同是昆仑山一脉的大腰 雪豹王自然是跟着凹王来的 雪豹王声音低沉 我不知道 登山时 无论是海族 还是陆地上一类王者 都被压制 龙虎山真对一类 但是当破开山上的一座石碑后 百山腰以下的压力都消失了 海族狼子野心 想灭我们 其实凹王等人也在设局 要吭杀海族一杆高手 结果不知道哪里出了纰漏 我们这边 损失不小 雪豹王 修为不够 没跟那些爵士高手走在一起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也不知道后续的情况 因为 那是爵士高手的厮杀 他们参与不上 真要是 有勾结海族的爵士高手 那威胁肯定大的可怕 林阵反戈一击 会直接崩盘 楚风 你算什么东西 有种于我堂堂正正一战 我一只手就可灭你 鬼打强中 传来叱骂声 面对这种激将法 楚风面色相当的平静 捡起 虎精王丢在地上的那根黑色长矛 猛力的制了出去 扑的一声 雪花似箭 无光绽放的长矛 穿透那位海族强者的心脏 带起大片的鲜血 将它牢牢的盯在地面上 不过是我前行道路上 收割的海鲜之一而已 楚风观察了一段时间 鬼打墙这种场域 能困住正断六道枷锁的生物 完全没有问题 这让它细悦 如果寻到有利的地势 埋下四根黄铜柱子 着实会有惊人的效果 不过 满族布下鬼打墙这种场域 这种场域的地势不是多么好找 不可能每一处地带都满足 楚风 其实我们可以谈一谈 没有必要成为仇敌 鬼打墙所在的区域内 海蟹王开口 他简直要疯了 无论他做出怎样的选择 于判断 就是无法脱离那片区域 楚风没有拒绝 而是向他们询问 黄牛在哪里 武当山的老宗师生死之谜 以及 敖王 是否真的陨落了 然而很诡异 场域中的人 可以对外传疑 然而 楚风开口 他们却听不到 可以想想 神诀被干扰得多么厉害 楚风没有犹豫 挤出飞剑 将他钉在地上的 海族强者的头颅斩落 结束他的性命 接下来 他又催动飞剑 将另一名海族强者力批 只留下海蟹王 当然 这位王者也被他重创 几乎失去了一身战斗力 两只大钳子都被削掉了 坠落在地 直到这时 楚风才拔起四根黄铜柱子 收紧空间瓶子中 海蟹王获得自由后 转身就逃 哪怕失去了一对大钳子 他也在狂奔 想要顿走 楚风有些无语 这家伙化成人形 怎么也横着跑 习惯性的吗 他起动脚步 追了下去 海蟹王遭遇楚风 重重的一拳 被打得飞了起来 直接划出本体 如同小山般的螃蟹 以前从未见过 最终 这只螃蟹没有被降服 相当的刚烈 他浑身发光 最后砰的一声炸裂开来 体内蕴含的能量绽放 恐怖无边 比火火山爆发的场面 还要惊人 他想拉上楚风 一起赴死 玉石俱焚 楚风早已躲避出去 他讶异 这头螃蟹这么有气节 让他刮目相看 我是南海黑龙宫的蟹将 今天死在这里 他日南海龙王必然会为我复仇 你也活不了 海蟹王咆哮着 最后的精神体也瓦解了 传说中的虾兵蟹将 楚风小声嘀咕 还真是古怪 雪豹王半上无语 在那里看着 这可是四大高手啊 全都死了 被楚风一个人干掉 战机实在可怕 这都是顶级食材 但楚风没心情去取 救人要紧 怕黄牛他们出事 雪豹王告诉楚风 他跟黄牛与大黑牛照过面 两头牛的确负伤 但没有生命之用 雪豹王猜测 两头牛应该没有 闯进这片空间最深处 相对来说 还在外围 最深处 有爵士高手在杀戮 雪豹王 你赶紧退出这片空间 楚风说着 这里太危险 实力不够的话 只能是白白死去 雪豹王点头 现在 我应该可以离开了 他走向几具尸体前 从他们身上寻找葫芦种子 楚风愕然 有些不解 你也是沿着那株葫芦藤上方的 天穷窟窿 进入此地的吧 是 上来容易下去难 得有葫芦种子才行 天穷上的窟窿 有神秘力量弥漫 阻挡我们回归 据他说 海族在龙虎山收获不小 他们可能得到一些骨气 很有杀伤力 包括一个干瘪的黄皮葫芦 最终 雪豹王走了 带着一枚 晶莹的葫芦籽 楚风也再次上路 刚才跟雪豹王一番交谈 他了解到不少情况 海族有大杀器 是从这里得到的 掌握在重要人物手中 他警醒 需要戒备 万一 碰上的话 北家小心 在楚风前行的沿途上 他发现了一些异术 都被采摘空了 楚风心头一动 这片空间深处 说不定 有可以让绝顶王者 再次进化的果实 他心中火热起来 或许 也有足够惊人的土质 能让石河中的种子 再次生根发芽 他仔细寻找 想接应黄牛他们 在外围地带 虚拟很久 但始终没有发现 最终向着深处进发 不得不说 这片空间真的很大 他深入数百里了 还远没有到尽头 啊 终于 前行数百里后 楚风在一些战斗痕迹中 看到驴蹄子印 应该是驴王留下的 看样子正在逃窜 被人追杀 毫无疑问 软骨头驴王很惨 连尾巴都被削掉了半截 楚风一路追寻 这里早已远离火山区域 森林茂密 生机勃勃 不久后 楚风再次发现驴蹄子印 而且还染着血 看来老驴 处境不是多好 又负伤了 楚风 已经从雪豹王那里了解到 驴王没有跟黄牛他们在一起 已经被打散 分开了来 老驴仰仗急速 不比正端六道枷锁的 生灵跑得慢 也算是显而又显的 逃过了几次劫难 既然发现踪迹 楚风自然要出手 他一路坠踪 走进山脉深处 终于有了发现 因为 隔着还很远 他就听到了老驴的叫声 楚风先是惊诧 而后无言 这种情况下 老驴还在 儿啊儿啊的叫着 占人便宜呢 楚风提速 沿途的山石鱼草木等 顿时炸开 他像是一个人形暴龙 翠库拉朽 在山脉中前行 二十几里地刹那而过 他来到了一片山林街 发现海族 也听到驴王的诅咒 他正在被围剿 左突右冲 就是走脱不了 儿孩儿啊 海里的土鳖们 知道本王的小弟是谁吗 楚风 楚魔王 你们敢害驴爷爷 等我小弟来了以后 肯定会狠狠地收拾你们 把你们 全部锻成海鲜粥 隔着有段距离呢 楚风就听到 驴王的威胁与恐吓 正在跟一群海族叫板呢 这让他哑然 这个软骨头 什么时候这么硬去了 同时 他额头浮显黑些 这头老驴胆子不小 还敢认他为小弟 驴子 如果不是白沙王吩咐活捉你 用你与那两头牛诱惑楚风前来 你早就死了 有海族强者断鹤 该死的大白沙 我如果正断六道枷锁 绝对要一蹄子踹死他 这驴王叫着 接着他惨横 显然受伤 楚风没有耽搁 横空而至 一跃就是一千五百米远 砰的一声 砸落在这片林地街 树木暴碎 现场有四位海族生灵 不是正断六道枷锁的高手 但也都不弱 最起码对付驴王足够了 将他围住 这时 无论是海族生灵 还是驴王 都被吓了一大跳 向这边观看 驴王怪叫了一声 他当真是惊喜 原本还要拼着 挨上几下死命突围呢 没有想到 楚风突然从天而降 这对他来说 当真是震撼与惊喜 无上的楚木王 我日盼夜盼 终究将你老人家 给等来了 这老驴口风转的 很快 哪里敢踢什么小弟的事啊 他有点心虚 怕楚风刚才听到了 楚风想教训他 但看到他满身是伤 尾巴少了一截 屁股上有十字裂痕 还在淌血呢 便没有斥责 这老驴也太凄惨了 还好没有性命之忧 楚风问道 你不要紧吧 要紧 被人击负惨了 尤其是那头大白沙 还有虎精 我恨不得 踩死他们 驴王都快一把鼻涕一把累了 砰砰砰的 楚风出手 因为那头海族生灵想逃 结果全被击杀 驴王叹息 不得不服气 将他追杀的 闲死还生的 几头海族王级生物 在楚风面前 那简直就跟稻草人似的 不堪一击啊 我的尾巴 死得好啊他 驴王欢喜 楚风知道 那个大白沙是谁 没进神秘空间前 曾在龙虎山 看到一个白发男子 提着一口低血的长刀 山脚下的人说 此人曾参与围杀过 武当山的老宗师 在他后背上 劈出一道可怕的伤口 重创了老宗师 驴王说道 跟我来 我知道白沙王在哪 你这次骨头居然这么硬 没有投降 楚风诧异的看他 我想投降的 所谓好死不如赖活着 可是这群海族王八蛋 一个比一个嚣张 不接受我的请求 我只能跑路啊 老驴一本正经的说道 楚风无语 这家伙脸皮还真厚啊 都不加掩饰 与美化一下 直接就这么泄露自己的不光彩事迹 一边赶路 楚风一边询问 黄牛他们呢 他们用紧身罗汉纸 干掉一位绝世高手 在突图围的过程中 我们分散了 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 楚风惊异 黄牛他们竟干掉过顶级王者 我估摸着 他们找地方躲起来了 想依靠自己的力量撕裂枷锁 从而成为绝世高手 跟海族对战 楚风皱眉 两头牛处境不妙 他深知 大黑牛想靠自身的力量 撕裂枷锁太难了 似乎难以实现 黄牛称得上是天纵之姿 且有无上呼吸法加持 但他太小 此前他曾犹豫过 血气没有那么旺盛 不适合霸道冲冠 因为在狱外的话 他这个年岁还真算是幼年 应该巩固根基 根本不移伤筋动骨的冲冠 大白沙 你驴爷爷回来了 赶紧过来接驾 这驴王大喊 他们来到了这片山林的深处 没有人回应 这里很宁静 附近山地破碎 血迹斑斑 曾经历过大战 有些山头都已被削掉 断面非常平整 是爵士高手大对决所为 白毛 爷又来了 有种你出来 打不死你 有楚王站在身后 这驴王胆子不是一般的大 毫无顾忌的叫板 因为恨透了白沙王 曾经将他折磨得很惨 地上有很多落叶 带着血 但早已没有高手 离开多时 带路找到他们 行 不栽掉白毛鲨鱼 我也难出心中这口气啊 驴王点头答应 难得的 没有惧怕想逃走 驴王知道 一干证断六道枷锁的强者 都杀到了神秘空间 深处去了 只要沿着战场痕迹 向离闯 肯定就能找到人 他估计 白沙王 在外围找不到两头牛 可能放弃搜索 开始深入 驴王提醒楚风 海族最强的几人 有大杀气啊 因为在路上 他心惊肉跳得得稀 楚风 竟要只身杀进去 其中海生虎尤为可怕 简直是深有无敌 那个金发男子 曾给陆地上的绝世强者 造成极大的困扰 黄牛 好趣一张金身罗汉纸 都没有灭掉此人 而大黑牛的一只鸡脚 就是那时 被海生虎给斩落的 两头牛 险些死在他的手中 除此之外 还有一头章鱼王 凶残得一塌糊涂 跟山峰一般巨大 曾撕裂一整片山岭 将岩浆引出 当作水则来利用 轰杀对手 一头沐浴岩浆海的章鱼 跟人联手 曾重创 鼠山建工的白河 可惜驴王 也了解的不多 我们这边除去 爵士高手被重创 逃进这片空间深处 还有其他人吗 驴王点头 不久前 他还看到 昆仑山几位大妖呢 也看到江西境内的 不少王级生物 在哪啊 楚风 对昆仑山的大妖 比较关心 许多人都跟他有交情 知道情况后 自然要救助 像我们这样的 没有撕裂六道枷锁 自然只能东躲西藏 不敢露头 被打散在四处啊 楚风 他们的速度很快 很短的时间 就冲出去 二百多公里 这时 他们放缓脚步 这地带有点悬殊 是一片丘陵 宛若一座右一座 巨大的坟头处立 植物 稀稀疏疏的 啊 不要说是楚风 就是驴王都心头一动 鼻子息动 因为闻到 沁人心脾的果香味 一果 驴王来了精神 这种香气太诱人了 隔着很远飘来 绝对的了不得 楚风也精神奕奕 有些期待 感觉这种果实 应该不凡 他自己虽然不愿服食 但却可以送给身边的人 前行数百米 他们还没有发现目标 驴王更振奋了 估摸着 这种果实最起码 能让生物进化到王级领域 因为香气可以飘荡这么远 绝对非凡 这里压制神诀 有点古怪 楚风粗眉 他豁得抬头 这里似乎有高手 他让驴王鸡身 这片地带 丘陵无数 存在天然的场域 不过也只是干扰人的神诀 倒也不是多么可怕 最起码 这还远比不上楚风 用四根黄铜柱子 布下的鬼打墙 楚风 与驴王左转右转 眼前景物霍得一变 在一座巨大的丘陵后方 出现了一片树林 香气正是从那里飘来的 驴王咬牙切齿 神色不善 盯着前方 白毛 有一个白发年轻男子 正在林中寻觅 提着一口长刀 带着血迹 这地方果然古怪 相距这么近才发现对方 可见场域的干扰 还是很强烈的 白沙王进入树林深处 已经看不到 他果然一路进入空间深处 我们追对了地方 绿王说道 他现在胆子很肥 没有逃走的念头 楚风没敢大意 这个白沙王绝对不简单 在登龙虎山时 就已经知道 他曾给过武当山 老宗师一道 很是凌厉 密林深处 有一株怪树 它是食指的 无论是用手去触摸 还是敲打 感觉都跟石头 没什么区别 就是叶片也如此 坚硬而冷立 风吹来也不会摇动 跟石雕没有什么区别 可是 现在这株一人多高的怪树上 接着一枚果实 跟树体颜色差不多 也灰扑扑的 但却散发出浓郁的芬芳 正是这颗果子的香气 飘出去很远 吸引来白沙王 而在这里 早就来了几人 一直想去采摘石树上的果实 但都没有成功 因为 在石树周围 像是有一层无形的力量 阻挡生物靠近 仔细看 地面上有一些奇异的符号 那是场域文子 正是他们形成的力量 阻挡外人踏足 不过 岁月流逝 年代久远 这里的地面均裂了 那些符号严重受损 几乎所有符号被裂痕贯穿 可以想象 如果他们完好无损 这里根本不可能临近 昆仑山的几位大妖都在这里 都是楚风 熟悉的人 盘思栋的女妖精 盘王 一心想将女儿 嫁给他的马王 还有 曾被楚风 砸断 鸡脚的藏林阳王 他们 百般尝试 终于接近 要 触及 石树了 就在这时 一声让他们 心胆 皆寒的 笑声传来 他们回头 看到了一个最不愿见到的 害族强者 白沙王 马王 倒吸了一口冷气 因为 他们曾亲眼目睹 白沙王刀法的可怕 这是一位真正的绝世高手 哪怕同样撕裂六道加速 也含有人可敌 他手中的那柄长刀 曾在武当山老宗师后背上 留下深刻剑骨的创伤 正是那一刀 让老宗师陷入了生死劫中 当然 老宗师中刀 也是因为当时还有 八爪章鱼王纠缠 对他猛攻所致 刀给我滚开 白沙王淡淡说着 他看起来很年轻 懒洋洋的样子 根本没有将昆仑山的大腰 看在眼中 此时 马王 盘王 他们艰难尝试 终于快触及那枚果实了 但却遭遇白沙王 让他们的心都沉了下去 他们闯到这里 原本是为了避难 现在呢 心都凉了 只因为一颗异果成熟 将大敌给引了过来 你们冷了吗 他耍的一声 向前回刀 没有用力 但是刀起纵横 简直要撕开虚空 发出爆鸣声 马王 盘王 全都快速躲避 这种刀光 不是他们所能对抗的 即便没有鹰风 可是最终 他们还是大口磕血 被白色能量光 稍微触及而已 身体就险些 爆碎开来 白沙王 懒洋洋的说道 一群虫子而已 我原本都不屑于出手 他很强 那种无形的力量 没有能阻挡他 已经临近十数 你们谁如果能告诉我 那两头牛在那 我便放过他 不然的话 我虽然不怎么在意 还是要一刀灭了你们 白沙王 年轻的面孔上 带着淡笑 他一副懒散的样子 但是却没有人敢轻视 他是海族中的佼佼者 可惜 我师父不在这 马王低语 他已经看出 只有老喇嘛那种 绝对强横无敌的人物 才能枕杀 海族中的绝顶人物 你师父算个屁呀 陆地上的生灵 大多数都是一刀的命 白沙王脸上 带着细血之色 同时他又扬起了刀 原本我都懒得动 你们这群小杂鱼 也不屑向那两头牛出手 但是磅仙子请我出击 那你们也只有死了 他抬起手 长刀发光 准备横扫 因为他没有什么耐心 几人都不说两头牛在哪 他准备直接杀光 突然 暴力的能量涌来 化成一道乌光飞来 如同惊势雷电 瞬息而至 若非他反应迅速 就被直接动传了 同时 他也看到了出手的人 站在远处 很年轻 直接投掷出这杆黑色长矛 白沙王猛的挥刀 将这杆战毛 斩得飞了出去 远处 那个年轻人一招手 动用精神能量 将黑色长矛 接引过去 再次握在手中 马王大叫 楚兄弟 盘王也惊喜 美眸灿灿 他们没有想到 楚风在这种关头出现 这简直是 绝境中出现的 生命阶梯 让他们可以 远离死亡漩涡 儿啊儿啊 白毛 你爷爷又来了 过来 烧死 嗖的一声 驴王出现 跳到楚风身边 冲着白沙王叫板 这杆黑色长矛 是虎金王的 你杀了他 白沙王收起了背揽 神色凝重起来 严阵一态 马王盘王 你们都躲远一点 楚风示意 儿后他盯着白沙王 哼 一头虎金而已 早死早超生 轮到你了 棒仙子呢 一拳轰沙 我杀了你 白沙王震怒 跟以前的气质完全不同了 眼神灵力如同刀锋 双手举起那口血量的长刀 对准处风 驴王叫板 儿啊儿啊 你原来喜欢棒仙子 妈的 跨越种族的进气婚礼 没得治了 回头本王就去顿熟他 吃了 白沙王动手 化成一道白光重来 那刀气可怕的骇人 撕裂大地 白茫茫的一片 驴王吓得转身撂 绝子就逃 楚风无惧 站在那里 手中黑色长矛 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般 刺了出去 当当当的 火星四劫 杀气滔天 这是楚风 在神秘空间中经历的 第一场 值得他严肃对待的大战 白沙王很强大 超越虎鲸王 就这么片刻剑而已 他们交手数百次 刀光茫茫 宛若成百上千道 雪白打浪 派击而来 只要触及 肯定要被劈杀 一刀又一刀 雪白的刀光飞出 就这片刻剑而已 他们打到密林外 来到丘陵中 时间不长 足有十几座丘陵被斩断 被劈开 说是丘陵 就是小山 白沙王的刀光 绝是无匹 一刀就可以斩一座小山 楚风虽然第一次用黑色长矛 但是却相当的金属 因为他手中的这杆黑色长矛 相当于胶膜拳的延伸 画成一道黑色蛟龙板 上下翻飞 跟长刀碰撞 不时刺向白沙王的身体要害 到了他们这个层次 任何一击都非常可怕 有武器都很致命 楚风一毛刺出 白沙王躲避开去 风毛刺在后面的一座矮山上 直接让他整体崩开 落矮石穿空 两人交手 足有两百招 噗的一声 楚风一毛刺透白沙王的肩膀 让他整条手臂还有长刀 全部坠落在地 楚风喝道 你袭沙武当老宗师 我为他报仇 同时逼问白沙王 老宗师等人是否还活着 陆地上的高手都死了 要不了多久 你也要死 白沙王眼神发出凶光 汗不畏死 最终 楚风一毛刺透白沙王的胸膛 将他挑到半空中 而后猛力一抖 碰了一声 让他的身体四分五力 彻底毙命 马王 盘王等人震撼 而后快速地冲了过来 都神色复杂 仅一段时间不见而已 楚风竟这么强大了 楚风询问他们 你们知道黄牛在哪吗 知道 马王重重地点头 楚风大喜 在这之前 楚风一直很担心 已经从驴王嘴里得吸 黄牛要强行冲关 让他的心都提了起来 非常不安 因为黄牛看着狡猾 腹黑 其实还是一个小孩子 根骨还没有发育好 这种好血气 依靠自身撕裂枷锁的行为 对他的伤害可能会非常大 哪怕在狱外 在那些最辉煌的大世界中 各大圣地精心培养的接班人 这么小 也不敢过于莽撞呢 黄牛 不要乱来啊 楚风心中祈祷 希望黄牛不要冒险 他知道 情况很危急 黄牛与大黑牛 他们没得选择 所以 才想破釜沉舟 奋向扑鼻 石树上那颗果实早已熟透 它看起来灰扑扑的 跟石头没有什么区别 可是 当熟到极止时 可查一声 石头果实出现裂痕 露出里面鲜红的果肉 这是什么果实呢 在场的没有一个人见过 石头开花结果 也算是稀奇 楚风不怕那种 无形力量的挤压 直接走到进前采摘下来 他递给马王 盘王等人 这几人 虽然在昆仑 见到过不少七花异果 但绝对没有见到过石子的 昆仑山的几位大妖 都不好意思接受这颗果实 如果没有楚风他们 就被白沙王一个人扫杀了 楚风见状 便不客气 最终收起了这枚果实 白沙王画出本体 非常庞大 四分五裂的肉身 跟小山似的堆积在那里 鲜血淋漓 楚风看看石树下的符文 琢磨了片刻 甚至在此地挖掘 却没有发现其他异常 我们走吧 他要去接应黄牛他们 马王几个人带路 他们曾在一座山谷 见到过黄牛他们 不知道现在是否离开了 等他们杀到那座山谷时 楚风失望了 黄牛他们早已离去 楚风皱眉 看样子 他们退走了 海族贴了心 要抓到黄牛他们 马王告知 他们明显能感觉到 追击他们的不过是普通王者 而追杀黄牛他们的 则是虎精王 白沙王等 这样正短六道枷锁的恐怖人物 你杀了黑藤 得罪南海王族 这么多顶级王者出击 无非是想俘虏黄牛 从而引你来援救 楚风点头 海族的一部分人 的确是为了他 才追杀两头牛的 这是事实 不过他既然来了 而且自身实力大击 就容不得这些人张狂 必须要尽快寻到黄牛他们 要小心啊 我们怀疑 这次海族中 由正短第七道枷锁的生灵出现 不然的话 陆地上的几个狠茬子 怎么可能会负伤 马王他一丈多高 大光头赠量 看起来五大三粗 但是却粗中有戏 盘王点头 他一身攻装 这次来龙虎山非常狼狈 满身是血 若非是楚风及时赶到 他们肯定要隐恨了 楚风神色凝重 撕裂第七道枷锁的生灵出现了吗 那绝对是很恐怖的 当然 这不见得是真的 毕竟只是怀疑而已 无论是驴王还是盘王等人都没有真正的见到过 族真有恐怖生灵出现 也是无惧 楚风将几枚精英的葫芦子递给马王盘王等人 让他们离开 现在大后方的顶级王者都被他给清空了 正是退出这片空间的好时候 现在这片神秘空间是属于绝世高手的战场 其他人在这里的话 很容易招来灭顶之灾 楚兄你要小心啊 希望不久的将来 我们能在昆仑山倡议 放心吧 我们立刻就走 去将老喇嘛请来支援你 在他们心中 老喇嘛是无敌的存在 好 你们自己也小心 楚风叮嘱 哪怕后方被他清空 也需要谨慎一些 我拿 我拿 驴王急了 也想逃走 他一向是贪生怕死 真不愿意在这里待下去了 尤其是斩掉他尾巴的虎精王 还有不断追杀他的白沙王都死了 大仇得报 他就更不愿意久留了 你速度足够快 能跟撕裂六道枷锁的王者强者比肩 跟我一起寻找黄牛他们 楚风不客气的将他留下 驴王气得大叫 当看到楚风神色不善 又赶紧换了一种声音 发泄不满 凭啥呀 我在这里就是一盘菜 一不小心 就会被人给杀掉啊 别离我太远就行 楚风他有一定的把握 实在不行 就将驴王收紧空间瓶子中 保他周全 最终呢 老驴搭了着脑袋 无精打采的上路 用点心 尽早找到黄牛他们 你也可以尽早离去 他们分头行动 扩大搜索范围 甚至楚风不惜长效 哪怕吸引来强敌都无惧 只为了早点找到黄牛 可惜到最后也没有发现两头牛 驴王也再次跑来跟他碰头 我觉得有一种可能 他们可能在冒险行事 兜着空间身处那批 绝世高手的屁股追了下去 所谓最危险的地带 就是最安全的区域 驴王忽然提出这么一个想法 你确信 楚风狐疑 我是逃跑专家 最惜名 而按照我对东北虎 还有大老黑的了解 他们估计也会这么选择 因为天才的想法 总是想尽的 就你们还天才 贪生怕死没节操 这方面倒是很相近 楚风虽然这么说 但却也猜测 两头牛可能真的 追紧了空间身处 跑到最危险的地带去了 因为白沙王 虎精王等顶级王者 专门在外部区域猎杀他们 相对来说 神秘空间身处 或许更安全 其他海族的目标 不是黄牛等人 八百里外 空间身处 一座山谷中 黄牛盘坐 满身衣服破碎 血迹斑斑 小脸憋得通红 头上血气蒸腾 体内能量 汹涌澎湃 如同山红汹涌 即将决地 大黑牛有些焦急 走来走去 在远处 为黄牛护发 此时 大黑牛很惨 一根鸡脚断裂 身上伤口不少 曾经遭遇过重创 他心中难安 真的被逼到不行了 不断被追杀 他们有几次 险些死掉 哪怕冒险行事 跟进空间身处 摆脱白沙王等人 他们也很危险 稍微不慎 就会被其他海族强者发现 空间深处的海族王者 虽然不会专门追杀他们 但如果遭遇 也要出手 而来到这里的 都是顶级王者 不久前 东北虎为了让黄牛 安心闭关 在外面巡视时 以身犯险 将接近这里的两头 正断六道枷锁的 海族强者引走 这一次 东北虎很够意思 没有便捷 而且不惜拼命 远方 传来东北虎愤怒的嘶吼声 相距足有数十里远 显然他遇上了大麻烦 在进行恶战 大黑牛低语 抓起铲长 我的 老子跟你们拼了 他向山谷外大步走去 要去支援东北虎 他回头看了一眼 萎靡不振的金雕 帮虎好笑牛犊子 事实上 金雕也很惨 翅膀差点让人撕裂下来 都快飞不动了 他难以忘记 展翅横空时 那头海神湖 有多么的可怕 一跃而起 一巴掌 险些就将它 拍落了下来 杀气陶天 勇猛无敌 若非关键时刻 黄牛动用金身罗汉纸 他们全都死了 然而 大黑牛 刚冲出山谷树立地 他神色变了 远处传来激烈波沙声 再临近这片区域 惨了 惨了 他露出比枯还难看的笑容 海族强者 跟陆地上的高手在决战 有人杀到附近了 而现在呢 黄牛根本不能动 在闭关的关键时刻 因为他很幼小 血气没有那么旺盛 需要全力以赴 分心不得 那些杀到空间最深处的 绝顶高手 怎么又杀出来了 这大黑牛愤闷 虎哥 你坚持住啊 希望能逃走 我得在这里保护黄牛 大黑牛手持铲掌 留了下来 躲在山林中 随时准备发动攻击 很快 他心都凉了 这一次 杀来四五人 一头海鹰 展翅横空 无比凶猛 再阻击一头白鹤远去 此外 还有一头海鹤配合 体型庞大 比战斗机还要射人 突破阴障 不断发出大爆炸声 跟着一起压制白鹤 而在地上 还有两尊人形的海族强者 不识越骑 轰杀蜀山剑弓的白鹤 妈的 这么多海族人 大黑牛是真的绝望了 低洞山摇 远处一条白色大蛇 满身是血 也败退下来 正是太行山的白蛇 它的身体 曾经断裂过 强行接续上 而今还没有长好 遭受重创 被两名化成人形的海族强者追杀 大黑牛的脸已经绿了 由绝望到万念俱灰 怎么会这样倒霉啊 这种情况真是彻底完了 根本挡不住啊 万一这些人杀到那座山谷中 黄牛必然要遭受冲击 可现在小家伙血气滚滚 正在拼命呢 想要撕裂体内的枷锁 冲到了关键时刻 空中 白鹤王遭遇重击 灵雨翻飞 撞在山地间 他栽落下来 满身是血 他早已身负重伤 在这之前 就被大杀气重创过 又被人围攻 现在眼看就要不行了 山谷中有漏网之鱼 追杀到这里的海族爵士高手 何其敏锐 尤其是黄牛血气滚滚 正在冲关时 不能掩藏自身契机 第一时间被发现了 一位化成人形的海族强者 大笑着就要闯进去杀人 我的 牛爷爷跟你们拼了 大黑牛咆哮 手持缠掌 跳了出来 浑身发光 缠掌更是璀璨起来 轰的一声 他横扫千军 打向海族强者 远方 楚风隔着很远 都能看到那刺目的光 隐月姐 看到一尊金身罗汉 浮现山林中 山林大爆炸 楚风提速 第一时间杀了过去 因为他知道那是什么 大黑牛等人 在动用佛门禅掌拼命 临近了 他看到大黑牛口鼻一血 横飞了出去 禅掌脱手 什么情况呀 居然有这么多的海族强者 楚风也吃惊了 他大喝了一声 你们都找死 一跃就是三里地 横空杀到 附近 临地炸开 楚风直接横渡长空 一千五百米 坠落在地上 跟山崩海啸般 地面山石巨树 但凡被触及 全部爆碎 形成土石大浪 向着四面八方汹涌 这不像是一个体型修长 面孔清秀的男子 简直像是一颗导弹飞来 要将这片山里移为平地 主要是他速度太快了 肉身强大而坚韧 楚风情绪激动 因为看到大黑牛的惨状 他急速杀到 不远处 大黑牛不仅口鼻一血 就是双目与耳朵都有血在躺 铲杖横飞 他拼尽力气打出一击 重创一位海族强者 但自身被抽干力量 遭受海族强者怒吼冲击 现在的大黑牛看起来很惨 断了一根鸡脚 身上有很多伤口 血迹斑斑 大黑牛发现 楚风突兀降落 非常震惊 而后露出无比喜悦之色 没有想到 他居然敢来杀到这里 原本他以为凶多吉少 可能会死在这里呢 此时 那位海族强者板边身子都快烂掉了 刚才被铲杖发出的能量打中 他根本就挡不住 如果关键时刻 他飞快横移 躲避出去 不然的话 多半就被打成肉酱了 海族强者劈头散发 对铲杖势在必得 我的 刚才他隔空很远 已经随手给了大黑牛一巴掌 让他蹊跷流血 事实上 其他几位海族强者也都眼神炽热 向这边凝视 一起动了 想抢夺这杆大杀气 楚风落下后 一声大喝 滚 同时出手 不过 被铲杖重创的那名海族强者 很果断 动作极快 向前扑击 想先与所有人夺走 那杆铲杖 大黑牛灭色变了 他现在浑身无力 瘫软在山地上 鲜血滴滴答答的落下 第三百七十六集 大黑牛不甘心 楚风都赶到了 如果被海族强者夺走兵器 那就真是太冤了 陈掌脱手后 离大黑牛不远 但他动弹不得 果然 这海族强者冲来 不仅要抓到陈掌 还想再给大黑牛补上一击 彻底杀死 赤霞如皮裂 楚风动用精神武功 搬运巴掌长的 鲜红玉笛的飞剑 向前劈去 阻止那名海族强人 这名海族高手 哪怕半边身子破烂 也依旧是很不凡 横一躯体 躲避出去 没有再坚持灭杀大黑牛 但是 他探向蝉杖的手不扁 是要躲在手里 楚风的飞剑到了 异常迅猛 在他肩头 开了一道口子 鲜血似箭 差点就卸掉他一条手臂 事实上 刚才如果不是他反应敏锐 飞剑可能就消掉他的头颅 他最后一闪 避过要害 你找死 这名海族强者 祸地转身 面对楚风 警惕那横空而去的飞剑 他知道得先杀死这个人类 不然的话 都没有机会捡起那杆大杀器 这个人类太危险了 你该不会就是那个楚风吧 另外几名海族强者停了下来 分散在四方 截断楚风的退路 包括空中有海鹰在盘旋 天空中那只海鹰叫道 果然是你 南海老龙王已经下旨 谁能提着你的头颅给他送去 奖励退返果一枚 我们有口福了 真是没有想到啊 杀死黑腾的人就是你 也不是三头六臂啊 有两下子 但是这么莽撞的闯来 这是要送死吗 半空中海鹰也笑道 别说什么了 咱们先毕掉他 那个半边身子破烂的海族强者喊道 他有些忌惮 刚才领教过楚风的飞剑 知道厉害 而且他离得最近 担心最先受到楚风的冲击 嘿 卖南海老龙一个人情 还能得退返果 真是划算 第四名海族强者笑道 这一刻四大高手一起出击 有的从半空中俯冲 有的从后方杀来 蜀山剑弓的白鹤在远处提醒 他身负重伤 几乎失去战力 身边的飞剑都暗淡无光了 除去远处围攻白蛇的两名海族强者外 其他四人都杀意澎湃 狂暴出击 楚风冷漠 暴裂出手 从空间瓶子中取出黑色长矛 直接向那最衰弱的海族强者刺去 乌光暴涨 虎金王的兵器 这一刻有人悚然 惊醒过来 虎金王的战矛一主 其结局还用说吗 他们觉得低估了楚风 不过倒也是不害怕 难道他一个人还能对抗四大高手吗 板边身子破烂的海族强者 手中出现了一口阔戒 很丰锐 冷幽幽的 击打在黑色长矛上 火星似箭 起初 他还带着冷笑 挡住这一击的话 那三位强者也杀到了 可以一起灭杀楚风 然而 刹那间 他亥然 手中的长戒 被巨大的力量震得断裂 而后 他的虎口发麻 血流如主 他快速倒退 楚风 逼近 避开其他三人的攻击 狂暴无匹的释放能量波动 整个人如同一轮太阳般刺目 追击那个负伤的海族强者 他拥有急速 简直像是瞬移 此时 把手中的黑色长矛 当作是滚棒使用 双手抡动起来 向前砸去 可查一声 那名海族强者 用手中的断剑阻挡 结果 剑蹄崩碎 而且 那如同黑色闪电般落下的长矛 或者说是滚棒 已经砸落下来 没有什么 可以阻挡了 雪花溅起的片刻 这个海族强者的身子破烂了 被砸的几乎爆碎 半边身子消失了 这景象有些恐怖 一位争端六道枷锁的海族强者 直接就要晕落了 最后的刹那 楚风捕了一毛 直接穿透他的躯体 能量灌入 让他爆碎 这一切太快了 附近的人震撼 一位正短六道枷锁的高手 就这么从世间消失 大黑牛叫道 杀得好啊 非常兴奋 一直在东躲西藏 实在是憋坏了 现在感觉是尝出了一口恶气 半空中的海银海鸥 还有地上的那名海族强者神经崩击 他们觉得低估了这个人类 这也太邪门了 难道此人还能比肩海参虎不成 勇武的一塌糊涂 能量光束一刀又一刀 三大高手虽然忌惮 但是并没有收手 准备是轰杀楚风 雾光一闪 楚风将黑色长矛插在地上 他从空间瓶子中 取出一口血量的长刀 横在身前 对抗他们的攻势 杀气滔天 楚风 想分别试试哪件兵器 做一趁手 白沙王的兵器 这一刻海鹰王等人真的惊了 生出一股寒意略有惧怕 因为白沙王可是一位顶级王者 比其他正断六道枷锁的海族 要强上不少 连海生虎这种绝世俑者 都会高看一眼 海鹰王第一个冲孝而起 他非常忌惮 美感硬汉 临阵退后 海鸥王吃惊 攻击力自然也跟着锐解 地上那个海族强者气到不行 让他 只身独队这个人类吗 血量的刀光绽放 这里杀气滔滔 这个海族强者 没有被尘掌击中过 不像早先那人负有重伤 因此战力不弱 激烈碰撞 山林爆碎 甚至 近前的山峰 都被楚风的能量刀光 斩断两三座 这个海族强者满身是血 伤口密布 他坚持数十招 已经是极限 半空中 海鸥王张嘴 喷吐剑王 海鸥王也张开翅膀 羽毛飞蛇 像是有数十上百根神箭落下 冲击楚风 钟声悠悠 楚风的体外浮现一口大钟 行一金钟罩 护住其躯体 外物难伤身 而且就在这时 空中的两头秦王 一个俯冲向大黑牛 一个俯冲向鼠山剑弓的白鹤 想掳走他们两人 冲向大黑牛的海鸥王 遭遇楚风的飞剑驿战 直接被挡了回去 就是他射下漫天雨剑 也都被剑光搅碎 也就是在这时 楚风爆发汪洋般的血气 全身毛孔都向外 倾斜能量 通体璀璨 大吼了一声杀 他手中的长刀 划成一挂银河般的光束 向着面前那位苦苦挣扎 满身血迹的海族枪者 劈了过去 这全力以赴的一击 快如闪电 对方根本躲避不过去 只能奋力对抗 刀光殉烂 劈开对方手中的兵器 并且将这位海族强者 力批为两半 血鱼洒落 两半躯体分别倒向两旁 楚风提到 从两片躯体中间 一冲尔骨 奔向白河那里进行救援 鼠山建宫的公主 若非之前被大杀气重创过 根本不会落到这一步 毕竟 他可是一位真正的绝世高手 与剑术那是出神入化 看到海鹰扑杀 最危急的关头 白河勉强动用飞剑 进行最后一击 阻挡敌人 这就足够了 他争取到时间 楚风杀过来了 手中血量的长刀 向着海鹰劈去 海鹰长鸣 奋力斩翟 冲笑而起 没有敢硬汉 但他还是被刀光触击 羽毛纷飞 还有血雨落下 他的腹部腹伤 险些被抛开 楚风 你等着 海鹰王怒鸣 他已经避开楚风的锋芒 不跟他对决 可最后还是挨了一刀 刀光绽放 楚风转身杀向了海鹰王 不远处 他的内口飞剑 正在围着海鹰王 披斩 将他缠住 进行压制 令他不能斩翅 冲上高空 大黑牛擦了一把冷汗 刚才海鹰王 几乎要探着 将他撕利 幸亏楚风的预见术很强 精神武功高绝 海鹰王奋力冲击 想要顿走 但是刀光卷来 楚风一跃而起 冲上半空中 向他忙劈 那一道又一道 如同白色闪电般的能量刀光 实在是太恐怖了 他抵挡不住 此时 楚风用精神能量搬运自身 几乎悬在半空 跟海鹰大战 同时用飞剑压制 不让他逃走 数十招后 楚风一刀劈去 活活将海鹰王劈为两断 在半空中 断为两极 搬着残轿 坠落下来 彻底毕命 你敢 这时 大黑牛怒发冲灌 又惊又怕 在那里大叫起来 因为海鹰王 竟然去而复返 俯冲向不远处的山谷 双翅骨荡 向下攻击 落下成片的能量光束 不要说山谷呢 就是山臂都在军力 轰隆隆倒塌 向下坠落 要将山谷给淹没 关系莫逆 楚风大吼 汉鹰 你死定了 他早已感应到 黄牛在那里 提前让驴王过去了 但现在 还是担忧无比 他斩杀海鹰王 解决大黑牛的危机后 冲向山谷 并且 取出了黑色的长矛 山谷中 驴王手持空间瓶子 之前楚风取出黑色长矛 与雪亮长刀后 便暗中将玉景平置出 给了驴王 此时 他将盘坐在青石上的黄牛 连带巨石 一起收进了玉景平内 他不敢碰黄牛身体 怕正在冲关的黄牛受阻 只能整体迁移 而后 驴王还有重伤的金雕王 在山谷中 左躲右闪 避开天空中 倾斜下来的能量光束 此时 四面的山壁都崩塌了 如同山海决堤 渐渐地将这里淹没 这一刻 楚风拔起地上的黑色长矛 猛力智楚 他化成一道黑色的闪电 冲向高空 海英王极力躲避 但一只翅膀 还是被冻穿 炸开小半 他剧痛难忍 忍不住长鸣 拍打双齿 逃向远空 楚风怒吼 不想放过他 急速奔跑 在地面上追了过去 这头秦王原本都逃走了 还敢回头来害黄牛 让他怒火汹涌 楚风浑身像是有光焰在跳动 速度太快 沿着一座大山冲上去 从山顶腾空 直接就要追上海英王了 海英震翅 向天穷飞去 心胆皆寒 吓得魂不附体 他从来没有见到过 速度这么快的人 居然能追上他 楚风大喝了一声 下来 挤出飞剑 凌空一简冲销 扑的一声 穿透了海英王的躯体 让他哀鸣 向下猛的坠落了一劫 与此同时 楚风也冲到天空中的最高点 接下来就要坠落了 他猛力挥动手中的长刀 能量光束暴涨 最终 海英王惨叫哀鸣 被楚风一刀在天上立劈 身体断开 尸体伴着血雨 坠落下去 山林中 正在围攻白蛇的 两名海族高手 亲眼目睹刚才的交战经过 心胆皆寒 尤其是看到楚风 如魔神般纵天而上 最后竟一刀斩掉海英王 全都吓得灭色发白 两大高手一语不发 转身就逃 这个人类太可怕了 在他们的印象中 也只有海生虎这样的天纵俑者 才有这种手段 两名海族高手的确吓坏了 那人太可怕 凌空一刀斩海英王 如同天神下界一般 绝世勇猛 他们瞬息圆顿 投也不回的逃了 要知道 这可是两位正断六道枷锁的高手 竟然如此恐慌 可见刚才那一战 对他们的触动有多大 山谷中 请他的山壁灯 埋下大片地带 巨石翻滚 驴王在诅咒 骂骂咧咧 他被砸了个鼻青脸肿 而之前的一些伤口 更是崩开 血淋漓 还好 海英王打下来的能量光束 都被他避开了 金雕王蔫了 刚才被砸得不轻 原本一只翅膀就骨折了 现在彻底没法飞行 还好 他们都没有性命之忧 刚才驴王竭尽所能 哪怕东躲西藏 也始终保持空间瓶子平稳 没有让他晃动 怕影响到里面的黄牛 远处 海英王的尸体坠落 让山里再次剧烈摇动了一番 那片地面都被染红了 楚风出现 来到破败的山谷中 略有紧张 他担心黄牛出问题 驴王第一时间表功 让楚风看他鼻青脸肿的样子 说是被数万斤的巨石不断轰杂 但是他双手很稳 黄牛无恙 楚风接过预警瓶 小心谨慎的将黄牛放出 看到他周身毛孔血气弥满 双目紧闭的样子 着实让人一灵 楚风亲身经历过 依靠自身撕裂体内枷锁 难度太大了 黄牛现在这个样子让他担心 毕竟年岁太小 这样做太冒险了 毫无疑问 黄牛在运转特别呼吸法 全神贯注 简直跟外界隔绝了 精神意志近乎自我封闭 楚风小心的传音 想唤醒他 不要拼命了 然而黄牛像是无所觉 楚风想了又想 也运转那种神秘呼吸法 两者一脉相传 能量脉动一致 最终黄牛又反应了 缓缓地睁开眼睛 他知道发生了什么 血气渐渐内敛 躁动的能量归于平静 好险啊 他急于求成 太投入了险些酿成大患 说到底他还是太年幼 不适合这么霸道的冲冠 而且他刚才险些迷失 黄牛咳出了一口血 还是负伤了 身体一阵摇动 直接向后倒去 这吓了楚风一跳 赶紧扶住他 难道伤了根基吗 这可不妙啊 就是驴王也很紧张 担心黄牛凶多吉少 我没事 休养一下就好 幸好醒来了 不然的话 真要一条道走到黑 可能会出大事 黄牛是一阵后怕 这时 大黑牛嚎叫声传来 让楚风一惊 还以为强敌又杀来了呢 快去救人 大黑牛终于能动了 跑进崩塌的山谷中 交际无比大喊楚风 要他赶紧去营救东北虎 此时 蜀山建功的白河 也缓过一口气来 进入谷地中 此外 白蛇也到了 他们的伤势几种 都需要敬仰 楚风有很多话想问他们 想了解内情 但是 看到大黑牛 焦躁的样子 赶紧让他指引方向去救人 在那边 不就前海听到他嘶吼呢 可现在没动静了 你们等在这里 小心一些 楚风说完 轰的一声乐旗 提着雪亮的长刀 赶向数十里外 将速度提升到极几 林地聪裕 但有些地带成片的大树 已倒下 更有许多地方寸草不生 像是被陨星撞击过 温度过高 导致坑坑洼洼的地面 都融化后结晶 这是王极生物对决所致 楚风心头一沉 他一口气奔行近百里 在路途上 看到东北虎的少许皮毛 看来他负伤了 这一次 东北虎难得的有骨气 没有便捷 跟海族激战 为黄牛他们引开强敌 这让楚风都深感意外 而现在知道他负伤不清 他有点焦急 终于 追踪了近两百里时 楚风听到了唬哮声 楚风纵横山领街 每一次乐旗都会跳过一座山峰 他临近了 稍微放下心来 最起码什么呢 东北虎没有死 真不易啊 他也有硬气的时候 竟跟人大战到现在 楚风对他改变看法 以前总觉得 他没有百兽之王的暴脾气 太没节操了 远处 唬哼声很响 然而很快楚风愕然 脸上表情僵固住了 因为他听到东北虎的声音 一边嗷嗷吼吼着 一边叫着 别打了 投降 我服了 决定弃暗投明 不要再打了 本王准备缴械 跟海族共谋大事 赶紧收手 我跟你们海族有交情 在江西境内时 结识了多位王者 我靠你俩大爷的 听到没有啊 大爷我要投降 楚风是一脸黑线 这头老虎还真是 秉性难移啊 一点也不在乎面子 正在死气白来的 要向人家投降呢 不过 那两名海族强者 显然是不愿意搭理他 一心要解决掉他 没看到 我跟海参湖长得差不多吗 我跟他有血缘关系 你们俩二伙 你们在冒犯我们这一族的威严 妈的 遇上两个傻子 一句话都不会说 没法沟通啊 还让不让人活了 救命啊 谁来救本王啊 东北湖在干嚎 楚风实在看不下去了 从树林中走出 向那片被打得光秃秃的地带赶去 听战 听战啊 我带你们去找楚风 我知道他在哪 我将他卖给你们 东北湖喊叫着 楚风脸色木然 你大爷的 然后直接出现在战场边缘 见鬼了 东北湖看到他时 一声惊叫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使劲揉了揉 确信 没看错 他跟狼豪一样 嗷了一声 在那大叫 连窜带蹦 兄弟 你终于出现了 赶紧过来 杀敌 这俩王八蛋 已经快被我打死了 若不进风 不堪一击 接下来交给你了 东北湖 撒牙子狂奔 朝这边跑来 你不是要卖我吗 楚风黑着脸 东北湖简直要泪流满面 这种事情居然被发现了 他急忙解释 我是那种人吗 我不干那事 我只是在拖延时间 耍海族那两个王八糕子呢 事实上呢 楚风这次对他印象不坏 如果东北湖真投诚的话 直接领着两名海族枪者 去抓黄牛就是了 这次他为了保住黄牛他们 主动引走了海族的两位高手 对面那两人都拥有一头绿发 连肌肤都如此 带着绿衣 同时也有金属光泽 光光闪耀 他拖着雪亮的力气向前走去 根本就无惧 白沙王的兵器 此时 这两名高手终于动容 露出了忌惮之色 但是 他们出手了 没有退缩 其中一人直接撞来 浑身绿霞绽放 跟楚风硬汗 楚风一刀劈处 斩在一人的身上 火星似箭 居然没有劈开 这让他大吃一惊 另外一人也动了 化成绿光 跟楚风硬碰硬 还真是王八高子 楚风无语 原来东北虎不光是在骂人 这两个怪物是海龟 一般的人 还真打不动两头海龟的防御 这龟甲坚固的惊人 东北虎在后面喊道 我之前被人追杀 元气大伤 所以占力锐减 不然的话 早已经干掉 这两个王八高子了 楚风运转呼吸法 全力以赴 他就不信 斩不开龟甲 扣鼻间 有白武 周身毛孔发光 楚风断喝了一声 啥 手中的长刀 光芒愈发的璀璨了 两头海龟预感不妙 转身就逃 走 哪里走 不得不说 两头海龟十分不凡 速度竟然很惊人 不过遇上楚风 他们逃不了 被追上后 又是一番厮杀于碰撞 最后 楚风手中的血量长刀 划出一道可怕的光束 将一人批为两半 血泥泥划出海龟本体 另一人大叫 我跟你拼了 这一次 楚风更坚决 冷酷无情 竭尽所能的 批出了十几刀 终于将剩下的那头海龟 也斩杀了 东北虎相当的吃惊 几日未解 楚风的实力又大尽 将两头刀枪不入的海龟王 都批杀了 实在是害人 出家几天 就能厉害一大劲儿吗 下次 下次我也去大理寺 吃斋念佛 东北虎咕囊着 不过 摆脱危局 他相当高兴 询问楚风怎么来了 路上遇到什么厉害人物了 我跟你说 我有个笨家 真的很厉害 叫什么玩意儿海神虎 一定得注意 非常危险 一个海里的 一个陆地上的 你乱日什么情节啊 楚风邪逆他 两人快速赶路 回到山谷中 跟黄牛他们会合 楚风有太多的疑惑 想问他们 这一次 东海 南海 北海 三片海域的强者 连手对付我们 可谓是高手众多 白鹤叹了一声 之前 黑藤三岩海族强者 钱月等 都来自南海 而这一次 三海联盟 一同出手 三片海域的高手 奇出 无比强大 我们陆地上 有人投靠海族 坑了我们 鼠山建功的白鹤 以非常肯定的语气 说道 海族 与陆地上的生灵 初登龙虎山时 有过合作 但也不时发生冲突 彼此间 敌意很浓 原本 陆地上的 绝世强者商量后 准备设服 因为 发现一处 天然的场域 想将海族 引入内 结果呢 陆地上的生灵中 有人去通风报信 一切 因此而变的 糟糕透顶 海族手中 有大杀气 楚风问道 武当圣的老宗师 敖王等人 还活着吗 或许还活着 我去救他们 鼠山建工的白鹤 也不知道究竟是谁投敌 为海族通风报信 这才是致命的 让陆地上的高手自危 因为 你不知道身边 哪个人是祸胎 所以 这一次即便被围剿 遭遇猎杀 众人 也很难一致对敌 都在暗中戒备 怕被身边的人袭杀 楚风听闻后 醋眉 这不是什么好消息 随后 他想到孔雀王 想到金屋王 又想到 刑义权宗师徐青 都让他有所怀疑 尤其是白衣徐青 曾经跟三眼海族强者 钱月私会 走的痕迹 嫌疑最大 白蛇告知 说孔雀王重伤顿早 他险些死掉 心脏都被撕裂了 曾经遭遇海族大杀气 致命一击 白蛇的情况不是多妙 身体断为两节 现在不过是强行对接在一起 想要彻底痊愈 最起码得需要数日 哪怕撕裂第六道枷锁 生机旺盛 也不是每个人都如楚风这般 有神意的恢复术 不能短时间内恢复如初 至于你所说的白衣徐青 他没有来龙虎山 根本没有见到这个人 鼠山剑弓的白鹤说道 即便是最年轻的刑意宗师 徐青来了 也没有跟众人走在一起 不可能知道 他们要对付海族的事 东北虎姑呢 想引海族进入场域 结果却被反杀 这也太憋屈了 当时情况紧急 我们不出手 海族也要复杀我们 所以我们准备的太匆忙 再加上被泄密 才损失惨重 鼠山剑弓的白鹤 曾被神骄之 占中躯体 差点死在当场 艰难逃过一劫 武当山的老宗师 敖王等人也类似 都是被海族手持的 可怕杀气重创的 不然的话 绝不会落到这一步 楚风准备动手 去杀海族强者 营救陆地上的那些高手 他受路通所托而来 同时也的确想还他们的人情 将玉须公 八景公 碧游公的三大高手救出 至于武当山的老宗师等 更是要救 义不容辞 白蛇 鼠山剑弓之主 跟楚风说了一些注意的事 告诉他 哪些海族可怕 哪些掌握有大杀气 让他心中有数 楚风点头 这些消息 对他非常重要 你们离去吧 这片空街深处太危险 楚风说道 在场的人全都负了重伤 不能血战了 东北虎回答的太痛快了 豪道 你自己保重啊 大黑牛瞪他 说他没意气 对楚风说道 我跟你去 关键时刻 能挥动缠帐 发出致命一击 我也去吧 也能挥动一次缠帐 黄牛点头 不愿离开 我跟虎哥一块走 就不去拖累你们了 老驴 嗖的一声 跑到远处 大黑牛瞪眼 黄牛也威胁 让他同行 说他也能挥动一次 禅长 关键时刻 能给敌人 致命一击 禅长这件兵器很特殊 每次动用 都要将使用者的肉身能量 抽到干涸为止 黄牛 大黑牛 驴王 挥动他 都可以重创 甚至杀死 争断六道加速的高手 而如果让楚风使用 威力肯定更强 但同样 会在瞬间 被抽干能量 最终 东北湖也没精打采的回来了 他其实 真不想在这片空间待下去了 觉得太危险 金雕王重创 不宜跟随 楚风给了他一粒 晶莹的葫芦种子 让他跟随 白鹤他们 先行离开 退出这里 楚风在山岭中 寻到那杆黑色的长矛 带着大黑牛他们 一起上路 放心 一旦有危险 我可以将你收紧空间瓶子中 只要我不死 你就无恙 楚风 对东北湖说道 事实上 这家伙是一个高手 修炼 行以呼吸法后 都能以一敌二 对抗两头防御力惊人的海龟了 但本性难移 总想着是六支大吉 不愿意涉险 用他的话说 那勇猛能当饭吃吗 没事的话 傻子采取拼命呢 这话说的几个人无言 都想捶他 黄牛 你认识这种果实吗 楚风 从空间瓶子取出那枚石头果实 剁日时芬芳扑鼻 香气太浓了 几人都精益回头观看 石头果实能有桃子那么大 形状也相仿 但是通体灰扑扑的 完全是实质的 上面有裂痕 露出里面鲜红的果肉 这么古怪 让我品鉴一下 东北虎直接伸爪子 被楚风一巴掌拍到一边去了 你在什么地方才摘到的 黄牛露出精疑 随后小脸绷紧 神色非常严肃 追问详细经过 楚风详细告知 将经过讲了一遍 坏了 一会儿就完人 我们就得赶紧走 黄牛略有紧张 向四周看了又看 楚风不解了 什么情况呀 其他人也都胡疑 一枚果实而已 至于如此吗 这枚果实的来历 古代一些强大的进化者 比如道教的真人 佛门的金生罗汉等 他们降妖后 将异类镇压在场域中 从而炼化 黄牛怀疑 这是一片炼妖之地 底下镇压着大妖 而那颗果实正是炼妖所致 古代异类中的强大进化者 一些大妖很难死 血气外溢 形成炼妖果 会是这样 这驴王发毛 左看右看 生怕地下突然窜出一只大妖 黄牛点头 在域外的一些强大道统 差不多都有炼妖地 用以培育炼妖果 龙虎山是地球上的道教祖庭 古代的天师经常降妖 有所谓的炼妖地 倒也正常 楚风说着 这里可是龙虎山 在某一段时期 一直都是由天师坐镇的 那可是古代进化者中的 佼佼者 根据你的描述 这颗炼妖果不是故意培养出来的 而是场域出现裂痕 大妖血气外泻 自然生长出来的 按照黄牛所说 这是一种警兆 如果那些大妖 都死在了岁月中 早已被炼化个干净 还好 万一还流有一口气 没有彻底死去 一旦脱困的话 那么这片地带 估计会非常的恐怖 被封在炼妖地这么久 一旦脱困 就是之前正常的生灵 现在估计也精神错乱了 可能会引发血腥大祸 在一些大戒中 这种事不是没有发生过 就是一些强大的道统中 他们的炼妖地 都曾跑出过 激年老妖 祸害一遇 那种人 掏出来都是疯子 被关了那么多年 精神都不正常了 再加上仇恨 要报复等等 就越发显得可怕 怎么越说越甚人啊 我是不是要考虑 远走西方 重新改名为 西伯利亚虎啊 虎王在那里咕噜呢 他听得有点发毛 感觉龙虎山太危险了 要出祸事 在东方待着 会有性命之忧 古代金华者中的天师 身为大能 不至于没有后手 我想 上一次我们见到的 那件神秘兵器 多半可以震腰 他提到 那件将飞碟 轰下来的兵器 当时 一龙一虎浮泻 形成金色的蘑菇云 将飞碟 都给脚断下来 场面相当的惊人 不过 我们还是得 尽早离开这里 黄牛补充 那件兵器 疑似埋在龙虎山下 不是在这片空间中 他们 得逃出此地才行 黄牛估摸着 一旦场域破裂 有大妖 还没有咽气 跑出这片空间 可能会被那件 神秘兵器枕杀 几人都严肃了 越发觉得 不能在这片空间 耽搁太久 对了 这枚果实 有什么用啊 大黑牛问道 疗伤宝药 补充生命精气 这种果实中的绝品 甚至能生死人肉白骨 前提是 炼妖地下 得有恐怖至极的老妖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 炼妖地下的妖魔越厉害 滋养出的果实 也越惊人 楚风将这颗石头果实 递给黄牛 让他恢复元气 小家伙逞强 想靠自己撕裂家族 虽然没有伤到根基 但也被重创了 黄牛没有客气 因为不及时养好伤的话 说不定还真会出现什么隐患 他一边赶路 一边汲取石头果实中的 鲜红果肉 芬芳扑鼻 这是古代大妖体内的精华 诞生的石鼠 长出来的东西 对于他们这个境界的 生灵来说 称得上疗伤圣药 时间不长 他亏空的元气 就补充回来了 几个人都发呆 这么神奇啊 这枚果实 还剩下大半呢 黄牛没有用完 你们几个都有伤 现在都试试看 好嘞 东北虎直接伸爪子 大黑牛也颇为期待 他可是断了一只鸡脚 受老罪了 现在的确需要治疗一番 不久后 东北虎 驴王都嗷嗷怪叫 感觉浑身发痒 一些伤口在如如而动 快速愈合 排除敌人留在他们体内的那些古怪能量 伤势进去 恢复的太快了 驴王的尾巴在慢慢生长 有可能会复原 打黑牛 也闷闷直脚 重伤之躯 眼看就好了 就是那根断脚的根部 野苏麻 蕴含着生鸡 最后 长出一小段脚来 他知道 只要安心养上一段日子 鸡脚 肯定能恢复如初 楚风很吃惊 这效果也太强了 这是自然 不然的话 为何那些强大道统 都有炼药之地 因为炼药果 对于一个派宗来说 太重要了 这不是很容易出乱子吗 大舅的高手去降妖 培育炼妖果 而那些异类 肯定要反抗厮杀 又约束 非罪大恶极的生灵 不得被镇压 但是 几人还是能感受到 这里面肯定有漏洞 域外的世界少不了大战 就是那些圣地 看着璀璨 其道土下也必有血腥 大黑牛咧嘴 域外的妖 太凄惨了 他感觉 那些地方实在是凶险 炼妖地下 各种生灵都有 包括人类中的凶魔 并非都是妖 就看是谁镇压的了 据闻 古代记载中 某位妖圣的炼妖地下 什么天师 甚至连进化纸中的菩萨 哪个都有 几个人听的是目瞪口呆 他们深切感受到 域外的强大与辉煌 随后 他们再次前行一路程后 闯到这片神秘空间最深处 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广阔 到了这里以后 他们听到厮杀声 看到人影绰绰 发现 贱气激荡 有人在大战 地上血迹斑斑 最为惊人的是 这片地带的泥土 破开 露出一个巨大的青皮葫芦 足有山域也那么高 这葫芦 像是刚破土而出没多久 而且 那葫芦嘴那里 溢出丝丝缕缕的血气 最为惊人的是 葫芦嘴附近 生长着很多石树 每株石树上 都有果实 大小不一 芬芳飘扬 黄牛健壮 偷皮发麻 练妖帝的肠鱼破碎 练妖的核心气有出土 半空中金光大爆炸 一头生有翅膀的海兽冲销 跟一头满身是血的金尺大棚死杀 另一边 一头满身银色鳞片的海兽 壮弱鳄鱼 正在跟碧油宫之主决战 这片地带被打爆了 战斗无比的激烈 还有一些海族强者 围绕着青皮葫芦 想要将它收为己有 前方山地较黑 更有一些地方 因为高温融化而结晶 宛弱陶瓷地 大战很激烈 天空中 石林深处都有高手在对决 能够深入到这里大战的人 自然都是顶级强者 刚已接近而已 就有能量 如同朗涛般拍击而来 将楚风他们身边的一块 数万斤的山石 掀飞到半空中 这片地势很开阔 相对来说 树木也很稀疏 是一处适合对决的战场 空同山掌教老山龟 鼠山剑弓的另一只白鹤 碧油弓之主 全都在血战 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血 非常的惨烈 火光滔滔 有一只海猴子 携带着湛蓝色的火焰 攻击陆地上的高手 将仅有的梨木焚成灰 地上岩浆横流 鲜红而赤胜 这种生物很特别 是上古一种 血统强大 种族数量极其稀少 它咆哮 岩浆浪涛冲起 足有数百米高 席卷向天空 要将那头白鹤卷下来 剑光如红 鼠山剑弓的这位公主张嘴尖 喷出一片雪白的惊气 融入飞剑上 让它未能大胜 向下离去 岩浆浪涛直接被劈开 并将那头两米高的海猴子 打了一个猎去 它一个跟头翻了出去 身上的青铜鳞片火星四溅 防御力惊人 只有部分破损 溢出血迹 另一边 高空轴 一头海兽飞行如电 带着雷光 速度太快了 这头长着翅膀的海兽 像是豺狼 但浑身密布着紫盈盈的尖刺 跟银翅大鹏撞在一起 力量太大了 一刹那 金色羽毛凋零 带着血 那是银翅大鹏身上落下的 要知道 鹏王可是东方陆地上排名前十的高手 他被撞伤了 他的对手 形体像豺狼 可是身上长满刺 又有些像刺猬 加上那一对 曾经削断山峰的可怕翅膀 则更加显得古怪与可怕 竟然还有援手 又来了几个送死的 一头海兽低吼 体型庞大 堪比一座小山 看起来像是一只大狗 张着血喷大口 带着腥风呼啸而来 他一低头 就将楚风他们一口吞下去了 带着恐怖的压迫感 他那雪白的锋锐牙齿 都要比楚风他们高 吃的一声 楚风手中的雪亮长刀 发出刺目的光 宛若一片星河扎开 十分耀眼 能两刀光冲起 披向那血盆大口 这头像是大狗般的海兽 反应非常快 向着旁边横移 近乎是翻滚 躲避着血量的长刀一击 即便如此 他的嘴巴上还是有血液流淌 被刀锋擦中 下唇撕裂 出现一道很深的伤口 这头大狗 顿时神色难看 他以为遇到软柿子了 过来虐杀 谁能想到一道刀光 就伤到了他 这两远胜陆地 现在有些海族强者都没有参战 正在研究如同山岳般高的青皮葫芦 楚风哪里会等人为力 果断出手 竭尽所能 想第一世界解决这头大狗 他是为救人而来 自然免不了杀法 现在既然要出手了 那就血战到底 占据仙计 雪白刀光在这里绽放 极尽璀 楚风动作非常快 不断挥刀 肉身毛孔 喷波能量 这具躯体都在发光 如同战神下击 这头大狗惊叫 因为一眨眼 这个人类男子就劈了数百刀 这也忒恐怖了 他挡不住啊 顺息间 他身上就出现很多伤痕 血淋淋的 有些地方深刻见骨 更有一道刀光 险些将他的额骨切开 远处 有海兽咆哮 地动山摇 带着恐怖的气息 已经冲来 要帮助大狗 然而 楚风没有给他们机会 雪亮长刀瓷目 扑的一声 当第五百刀挥出时 劈断大狗阻挡在身前的一只大爪子 坠落在地 血液 孤孤而涌 如同小溪流在流淌 大狗嗷嗷残叫 第五百零一刀落下 再也没有什么 能够阻挡楚风的惊天刀光 锋芒一闪 血液四溅 大狗的头颅 被斩落下来 被 毙掉了性命 他如同那小山般的躯体 轰隆一声倒下 砸在地面 眼尘充气 随后脖子那里血液冲出 宛若一道小型河流 不远处 有些海族怒吓 杀了他 当即 就有三位高手冲来 他们也没有料到 楚风这么勇猛 上来就杀人 他们 不仅对楚风动手 更有一头海兽 探出十几米长的大爪子 向着东北湖等人抓去 东北湖恼了 划出本体 嗷的一声大吼 跟那头海兽硬汗 大黑牛拎着铲掌 随时准备发出 绝世一击 一直在强忍着 因为要杀 就杀最强者 他正在学谋目标 围攻楚风的是两头海鱼 将空气当成汪洋 迅急如闪电 不时急速划过 不断对楚风发动攻击 楚风挥刀 枪枪枪的 迎战两头海鱼 他们身体发光 密布着紫金鳞片 跟刀锋碰撞时 居然发出密集的火花 非常的坚韧 最主要的是他们的身法 挡针如同游鱼 在空气中 如同电光般滑翔 每次都有刀锋般的尾巴 攻击楚风 这种身法值得我接见 楚风发现 这两头鱼画出的弧形轨迹 不仅有美感 还很实用 能避敌 更能增强攻击力 他们的发力方式很特别 楚风手中的长刀劈过去 两头海鱼竟能直接泄力 但是也止于此了 楚风全面爆发 左掌心雷光璀璨 密密麻麻的闪电 刹那间飞出 全部打在两头海鱼的身上 他们虽然强大 但是身体却一致 鳞片脱落 鲜血淋漓 同时楚风挥刀 这一次 两头鱼的身法不敏捷了 全被砍中 而且没有能够泄力 直接断掉头颅 坠落在地 这顿时引发一阵大乱 海族全都心惊 这才片刻接 就死掉三位高手 莱迪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各位 准备退走 楚风暗中 以精神力 跟陆地上的高手交流 告知他们 这里是炼妖地 青皮葫芦中 可能有恐怖的古代进化者 即将脱困 留在这里 会非常的危险 几人吃惊并回应 他们一时间 摆脱不了对手 海族这边的人 太难缠 而且 有可以飞天的海兽 能够追上他们 现在 海族高手在青皮葫芦嘴那里 正在想办法采摘石树上的果实 还没有全部出手 不然的话 后果更糟糕 最重要的是 陆地上这些人 都被大杀气中闯过 元气大伤 都远离巅峰状态 青皮葫芦嘴那里 血气一缕又一缕的溢出 散发出的契机 让人不安 就是海族 都觉得不对劲了 然而 还是有一批高手 在葫芦嘴那里逗留 强行接近石树 不过 这片地带 有无形的能量 阻挡着他们 先杀这几人 无论是葫芦上 还是葫芦下 都有海族强者 注意到楚风 感觉他是个威胁 纷纷动身 要过来围剿他 楚风绕着青皮葫芦行走 看到另一侧的远处 也有人在战斗 大老黑 我们也准备冲上青皮葫芦 抢几颗炼药果 楚风说道 让大黑牛他们跟着他 准备发动大杀气 葫芦嘴那里的高手都很强 是佼佼者 与此同时 东北虎发狂 嗷叫了一声 跟那个对手分出胜负 他现在是最巅峰的状态 遇上的敌人不是很强 扑的一声 将那海兽撕裂为两半 走 向上闯 楚风 挡先向青皮葫芦上杀去 炼药果很重要 万一能夺到三两颗 便可以让陆地上这些高手 恢复元气 改变现在的形势 不过有些困难 海族一群人聚集在那里 目前也只采摘到三四颗果实而已 葫芦嘴那里有种无形的力量 楚风脆库拉朽 沿途将几名海族强者震飞 强势闯到葫芦上方来 葫芦嘴这里的人群中 有一人断鹤 谁敢撒野 这是一个宗法男子 身高一百八十公分左右 皮肤呈骨铜色 强健有力 他俯视着下方 冷笑道 找死 他抬手机 直接向下 镇压而来 这是一种很恐怖的景象 他的那只手在放大 瞬息拍落 发出恐怖的能量光 像是佛陀之手拍落 要镇压妖魔 其他海族强者都对他敬畏 从目光就可以感知 这个人是海族中的一位 决定人物 楚风大喝 手中长刀璀璨 发出的光滑 熏烂无皮 血白刀光 撑起百米高 影响那只 淡金色的大手 这里发生大爆炸 刀光崩开 能量四溢 接着咳嚓一声 楚风手中的血量 长刀炸开 这可是顶级王者 白沙王的兵器 可是 却被那淡金色的手掌 直接拍碎 楚风悚然 他知道 遇上厉害人物了 这才是海族中的 绝世高手 是这片空间中的 最强者之一 剑不容发节 他挥动拳头 跟那巨大手掌碰撞 两者间 刮起了风暴 接着爆发出刺目的光 宛若彗星 撞击大地 光芒照亮天地 同时散发出 毁灭性的气息 楚风感觉手臂酸麻 拳头剧痛 那淡金色的手掌 力量太大了 宛若佛陀镇摇 刚猛而霸道 小店意思 葫芦嘴那里 宗法年轻男子说道 古铜色皮肤 越发富有光泽 他腐蚀下方 上来 领死 此时 东北虎大黑牛等人 都发毛了 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 楚风有多么强大 可是现在 却遇上了 恐怖的敌手 这个人 徒手就拍碎了 血量长刀 那手掌得多么的坚硬啊 楚风登上了青皮葫芦 说什么也要抢到几颗烈妖果 只有让陆地上一些高手 恢复到巅峰 才能更好的突围杀出去 突然 他惊悚 啊 因为 当来到进前后 他正好看到 葫芦嘴中的异常景象 那里血气喷勃 越发的浓郁 而且就在此时 他看到一个女子 从葫芦嘴里浮显出头颅 面色虽然苍白 但是拥有绝世容貌 就这么一瞬间而已 楚风神情一阵恍惚 对方拥有倾国容颜 是一方面 但是 也只是让他稍微出神 最主要的是 无形中的一股能量波动 让他心急 让他凌然 心神险些被夺 这是古来 还有的一位绝代佳人 美得近乎不真实 但是 却也让人感觉到极度威胁 让楚风忍不住倒退 想要远离他 海族一群人顿时心有所感 全部回头 凝视葫芦嘴那里 然而 这么片刻间 空空如也 那面色苍白的女子就不见了 重归葫芦内 只有血气 鸟鸟 蒸腾而起 楚风寒毛倒数 他确信刚才不是幻觉 的确有一个绝世丽人 除了缺少血色外 容貌 完美无瑕 他相信 这是古代进化者中的厉害人物 不然 何以在猎妖地 活到现在呢 事实上 东北虎他们也都被镇住了 只觉得眼前一花 匆匆一撇 便毛骨悚然 当然 也有惊艳之感 角色清澈 数百年来 所见女子中 她可可一人并列第一 大黑牛居然这么孤弄 驴王虽然刚才被惊得不轻 但依旧是嘴贱 跟谁并列第一呀 我十五岁那年 在昆仑山脚下遇到的 婀娜多姿 温婉漂亮 身段曲线起伏 可以说 美丽绝伦 堪称人间角色 大黑牛陷入回忆 东北虎诧异了 玉仙了呀 我